因为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而流亡美国22年的中国物理学家方立之 4月6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家中去世 享年76岁 天安门事件之后 方立之夫妇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避难一年多 直到中共当局允许他和他的家人离境 然而对比今年2月初重庆副市长王立军的美领馆庇护之路 王立军则是被中共当局带回交叉 方立之因为六四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 进入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 并在那里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有媒体对比分析 两个月前 同样寻求美国领馆政治庇护的王立军就没有如此幸运了 美国之音4月9号报道 方立之和王立军事件相同之处 他们都是以特殊的方式进入美国领馆 不同之处是 王立军只停留了一天 遭到拒绝后自动离开 被中南海带走进行调查 而方立之则得到了批准 在美国驻卦中停留了384天 最后成功来到美国 那么比较这两个案子的话 都很清楚 这个区别非常大 方立之则是对八十年民主应用的 他有深刻的影响 而且在八十年的话 共产党血腥镇压 他有生命危险 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政府披护他 而王立军人 他这个事情呢 没有任何这个历史背景 没有通知他个人来讲 大家也搞不清楚 他有什么危险 所以美国政府 他这个处置呢 我觉得还是符合国际法规定的 方立之和王立军 他们曾经都是共产党员 也是在中国境内 唯一进入美国驻华领馆 寻求政治庇护的 两位中共高级干部 不同的是 王立军是副部级高干 现任共产党员 而方立之则是因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 而被邓小平开除了党籍的前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赵远明表示 方立之在国内一直是反对独裁政权 而王立军根本不是民主人士 他只是中共内部的一个得力干将 就是在唱红打黑师的主要打手 方立之是一个民主人士 王立军是一个中共政权内部的打手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很明显的不同 第二点呢 方立之之所以寻求庇护 是因为在六四以后 在六四当中 他支持学生运动 王立军就是你看他历史可以看到 他根本没有民主意识 因为他本身就是中共集团的这么一个成员 他在这个统治过程当中 得到他所需要的名利地位职务 在这两起寻求庇护事件中 美国领馆接受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 方立之的政治庇护要求 而拒绝卷入王立军的 中共高官权力斗争的政治庇护要求 当然呢 我觉得美国领馆拒绝他这个申请的 还是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呢 他认为王立军根本不是一个民主人士 只是党内斗争当中的一个牺牲品 在他为了保命的情况下 他才向美国政府这个申请庇护 在政治上来的话 他没有什么可披护的道理 赵远明还表示 王立军跟方立之最大的不同 就是王立军知道中共不是按牌里出牌 不按法律规定办事 作为中共内部的成员 他知道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 他是得不到法律上的保护 或者长官的庇护 所以他才不得不选择美国领馆 作为一个保命的选择